我跟大家報告 從我18歲 離開我的爸爸媽媽 坐著火車去高雄鳳山 入軍官校當學生 18歲 接觸到了軍事訓練 我的生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我沒有怕過 從此以後沒有怕過 接觸到這麼多風風雨雨抹黑照搖扭曲 我也沒有怕過 可是 今天我60歲 我開始害怕 我怕的是什麼 我怕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未來啊 我怕的是我們台灣人民 一大堆正在受苦啊 真的 所以我提出 誰當總統 都要八個字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我們喊一遍好不好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台灣安全 人民有錢 去年年底的選舉 去年年底的選舉 2018年 台灣人民 用選票 教訓了民進黨 讓他縣市長 縣市議員大敗 我們本來期待 我們本來期待 民進黨會改變 改變意識形態的掛甩 改變政黨的惡鬥 重新開始調整 施政的方針 為人民來努力 結果 半年回去 今天為什麼這麼多人來台島 因為我們很清楚 民進黨的執政 完全沒有改善 對不對 看看光最近的事情 看看 中選會主委 任何時候 一定是無黨一系列 民進黨就可以在這一禮拜 用多數表決 強行通過民進黨的中選會 看看司法改變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去監察院檢舉 可以直接要彈劾檢察官 再看看處轉 到底有多少工廠 還在搞千算鬥爭 再看看 新的行政院長報告 金控 國營事業 一群老虎 屍狼 全部衝出來 半年 我們人民是否改身 蔡英文總統說 現在是台灣二十年來 經濟最好的時候 你們同意嗎 不同意 蔡英文總統說 各位在座的所有的 認識的青年朋友 特別是中南部 每一個人平均薪資 將近五萬塊錢 你們同意嗎 不同意 政府宣傳說 股票一萬點 連續超過二十個月 我們人民勇敢嗎 沒有 所以 台灣人民 真的受不了 我覺得民進黨是真的 有一個特點 真的很奇怪 他好像不喜歡台灣人民快樂 我記得三年前 蔡英文總統當選 講了七個字 打不動人心 謙卑謙卑 再謙卑 現在這七個字 歡 全力 全力 愛全力 太可怕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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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 等待